沿着院方安排好的动线分区域参观 仔细聆听讲解的是各高中职的校长 先一步踩线了解学生将学习的课程内容 由各校的一些学生 这些都是学校的精英 而且都很有热忱 由于高中生正面临了未来志向选择的关卡 如果能在业界有实际的操作 将会对产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同纵和医院去年举办首届创新医疗科技体验营 引发了热烈回响 将再办第二届 新的科技 还有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 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数据 大数据能够应用在这个临床的端 还有应用在一些产学端 体验营将分成两部分 有专题演讲 实作演练更是相当有趣 学生可以到手术室 使用达文西HUGO 两种尖端机械手背做手术模拟 我们达文西其实我们医院已经有两台了 然后我们去年还有一台 叫做雨果 然后今年跟去年不一样是 又有AI跟大数据在医疗应用的导入 台湾医疗生态产业近年来极具变革 AI高科技等智慧医疗 发展度日新月异 为了培养优秀的医疗人才 需要教育及早扎根 如果学生因为这样的活动 更坚定踏上学医的志向 业界就能有更多活水 源源不绝的涌入 照顾病患的身心健康 民事新闻林子祥台中报导 就是广播管组最低哦 感谢观看